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督徒该不该参与政治呢? 反对的人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不需要为地上的事情起争执 赞成的人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 若不去参与,只能够发挥善良的影响力 两者都有理 自古以来,有不少的基督徒领袖 想在地上建立一个以神为本的国家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西元324年 成为第一个以基督之名来统治的君王 他使基督教不但合法 而且成了罗马的国教 同时他也把政治的势力带入了教会 而造成了以后几百年政教不清的纠缠局面 第七个世纪的罗马教皇 Gregory随着罗马帝国的消灭 透过对于各地主教的控制 俨然就变成了一个管理人民的领袖 第十世纪的奥图曼大帝 更是借着教皇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以后回教入寝 十字军东征 欧洲的政治和宗教 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 一直到15世纪末 出现了马丁路德慈运林 这些宗教的改革家 主张要脱离罗马天主教 恢复以圣经为主的教会 加尔文甚至在日内瓦推动了 神的成运动 希望透过圣经的教育 来建立一个保持纯正信仰的社会 18世纪英国的清教徒 为了信仰的自由 他们移民到美洲 建立一个遵从上帝 同时也尊重民权的美国 直到今天 政教分立 是否应当或不应当 仍然搞不清 主耶稣怎么讲 他说 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这是讲到神权的超然性 不是说耶稣信他的人 都要离开这个世界 因为他的国度是在人的心里面 而不是在政治的舞台上 法利赛人曾经问耶稣 该不该向罗马的政府交税 他的回答说 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 神的物当归给神 这个说明了基督徒的外在行为 应当配合地上的政权 然而内在的心思 却当归神为圣 所以基督徒应该可以从政 但是他的心应当顺服神 而不是顺服地上的人 今天政治的人物 多半都是听从人的情面 会吹会蕾的善言者 一定当选 持定原则 坚持道德己律的人 反而不受欢迎 选民在考虑投票的时候 往往只看到候选人的政治手腕 对自己有利的政策 而忽略了这个人的人格 是否配做领袖 其实经济的利益都是暂时的 道德的低落 才是社会败亡的根源 所以基督徒应当在这个黑白不分的时代里 我们挺身出来 勇敢的参政 秉择圣经的原则 来影响这个世界 愿神祝福你 谢谢 进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